喵 喵 留學最好玩的 就是可以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 大家的生活習慣不同 也產生了許多有趣的火花 但有些人都是天生特別的奇怪 這應該就不是文化差異了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床編 今天這集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美國加州留學生活周遭的奇人怪事 在外面租房子 最怕的就是遇到生活習慣很差的室友了 不過還好我在美國的兩位室友 都沒什麼討人厭的點 除了一個很愛在亞馬遜買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一個常常在週末半夜挖我們起來喝酒之外 沒有什麼太奇怪的生活癖好 我們這棟房子除了他們兩位之外 還住了其他的房客 在我們樓上住著一位來自德國的電影配樂作曲家 還有一位長得像動力火車的長髮硬度演員 我把他們稱作放蕩不羈二人族 兩人好像找工作有點不得志的樣子 常常都會放著死亡金主音樂喝啤酒喝到蠻啊 在我們家的左側住著一位無法律系的土耳其女生 和一位超帥長得跟水行俠一模一樣的肌肉男 我們原本以為他們是一對 但後來發現他們根本不來電 個性完全相反 土耳其女生逐不出戶 是個每天都在埋頭苦毒的用工學生 而水行俠則是超級大玩咖 每幾週就會換一位不同的女友 幾乎都是身材活辣名模等級的陣 而且各個膚色種族的都有 根本就是時間管理大師啊 土耳其女生都會跟我們抱怨她 半夜的聲音太吵 我則表示贊同 因為住在水行俠房間對面的我 也是常常會在晚上聽到對面 傳來激烈的運動聲啊 過了一個學習後 我們家又來了一位新成員 她是我斯洛維尼亞室友的同鄉 原本只是要在找到房子前 暫時住個幾天 所以就睡在我們家客廳的沙發上 沒想到住到後來 大家都習慣她的存在了 所幸就住了下來 姑且就叫她沙發上的馬丁先生吧 馬丁先生是個很有文學氣息的人 每天早上總是很有禮貌地 跟我們打招呼 Hi Jack 哈囉 她來美國讀編劇 但不是我們南加大的學生 所以每當我學校有國際學生的活動時 我都會邀請她一起來參加 有一次 國際學生辦公室的老師 辦了一個家庭烤肉趴 我就帶了馬丁先生一起去同歡 沒想到幾天後我回到家 Hi Jack 哈囉 蛤 馬丁先生竟然跟我的老師約會啦 之後有好一段時間 都會看到馬丁先生和我的老師 躺在沙發上 Netflix and chill 你無法想像那有多尷尬 我只是要到客廳拿個東西吃 還得記得先套一件衣服 然後故意大聲地走出門外 真怕不小心 就會看到不該看的東西啊 隨著相處的時間久了 我們也漸漸發現 馬丁先生有個不為人知的一面 某個禮拜五 我得知室友們 都會出去happy 不未回來 沒人可以約的情況下 我只好在學校研究室做作業 待到很晚才回家 卻發現客廳的燈竟然是亮的 喔 原來是馬丁先生回來了 我向他打聲招呼 但好像有點不太對勁 馬丁先生半裸著上身 竟然拿著菜刀 在騎我冰在冷凍庫的蔥牛餅吃啊 我著急地跟他說 那是生的不能直接吃啊 馬丁先生搖頭晃腦地對我傻笑 講話含糊不清 我從沒看過一個人醉得這麼厲害 還以為他是在演戲呢 我從冰箱想拿了根香蕉吃 馬丁先生突然間暴怒起來 一把奪過香蕉丟在地上 F**k you jack No banana No What the f**k you doing You better f**k me 他大概的意思是 你在暗示我什麼媽 你來想說是吐我的屁眼嗎 CUTE 馬丁先生手上還拿著菜刀 我嚇得不敢亂動 他轉過頭去 繼續像上司般抓著生蔥油餅吃 這不是我認識的馬丁先生啊 我生怕他會對我做出什麼事來 只好趕緊衝進我房間鎖上房門 再也不出來了 隔天早上 我慢慢移動到客廳 只看到一團亂的廚房 和正張開眼睛的馬丁先生 嗨 早安啊 你昨天過得好嗎 Good morning Jack 嗚 馬丁先生又變回了親切有禮貌的原樣啦 我問他知不知道昨晚發生了什麼事 他卻說他連怎麼回來的也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昨晚上嚴了哪一出啊 我懷疑這一切都只是馬丁在裝傻 直到又有一次我們在家中開趴 才確定這是真的 喝完酒後的馬丁滿口髒話到處嗆人 但還好這次沒有菜刀 只有喝不完的衛士忌和福特加 馬丁先生就這樣喝到癱在沙發上不省人事 之後我們就不太敢再讓馬丁先生喝太多酒了 就算真的阻止不了也要把他灌到掛 以防他做出什麼奇怪的事情來 另一位出現在我們家的奇葩人士 是一位來自哈爾濱的理工男 他是在我留學尾聲接替上海室友的房客 理工男勉腆害羞 平時都穿著一件Polo衫 他有著一項特技就是吹蝦喔 這就是他在現場表演給我們的一段音樂 厲害吧 真的不是隨便亂吹的喔 但這一位有才華的理工男 是一位嚴重的生活白痴啊 某次我在客廳正專心吃個飯 余光發現他怎麼一直從房間裡面出來又進去 出來又進去 我忍不住向他問到到底在幹嘛 他說他是在煮飯啊 煮飯 你跟我說你手上那個是你的晚餐 比較像是在種花吧 他所謂的晚餐 就是一顆泡在熱水中的馬鈴薯 然後撒點鹽 就這樣 就這樣 連個醬汁也沒有 我說你為什麼不用鍋子煮呢 他說他不會煮東西 大學四年都只會用微波爐而已 哇靠 這傢伙竟然能這樣火過四年還真不簡單啊 他開始跟我們解釋他是怎麼吃馬鈴薯的 因為只有浸在水裡的部分表層會熟 所以每吃幾口就要翻個面 重新再加熱一次 才必須來來回回的微波才行 我聽完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直接要了他所有的馬鈴薯 還另外加了一堆蔬菜 煮成一大鍋咖哩給他 他嘗了一口便眼睛發亮 哇哥你真是太厲害了 我覺得你可以只吃加野馬鈴薯比較厲害了 在我離開美國之前 我把我所有會做的菜通通傳授給他 他都會把所有的料理步驟 時間配料多廣通通詳細記錄下來 不講還以為是在寫化學公式咧 所以鹽要加多少 就差不多撒個兩三下吧 這樣要算2.5克 多輝遇到了這些有趣的鄰居和過客們 讓我的留學生活增加了許多樂趣 對比冷漠的台北 唯一會和我打招呼的 就只有隔壁的歐巴桑而已了 哈嘍弟弟你回來啦 對啊對啊我回來了 你的生活周遭也有什麼奇人怪事嗎 在底下留言給我喔 誒窗邊這個貓是什麼貓啊 喔這個CAT就是Creators at Taiwan 是為台灣新媒體創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 除了可以搶先14天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之外 每個月還有精彩的單點大片喔 現在就下載Hami Video App 進入CAT網紅館看看吧 好啦 小 Project 著了掩耳的內容 看看 Denpan